今集我們繼續回顧文革的歷史 毛澤東一句要用武力來造反、奪權 全國紅衛兵組織開始瘋狂起理 維持秩序的公、檢、法部門被破壞 用暴力對付證定 不單只可以表示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 有時更加可以被過被人批鬥的惡運 在短短幾個月裡面 幾乎全國省市陷入無政府狀態 暴力浪潮不斷升級 而階級敵人為名 可以任意殘害和自己結過怨的人 殘酷程度和破壞令 在近代人類歷史當中實屬罕見 造反派響應毛澤東 要破四舊、打到一切舊有的東西 很多中國文化遺產都是這樣被破壞的 首先是儀和院裡面的佛像 跟著是清華大學門口的牌面 街道和政府機關的名字都改了 很多外國機構亦都受到影響 紅衛兵一度衝入英國大使館來搗亂 高力浪潮迅速輻射到全國省市 在武漢兩派紅衛兵都拿到軍方的武器 名刀名槍是街頭運戰 在西藏大批爭女被批鬥凌辱 寺廟受到嚴重的破壞 一方面是人性的惡被挑動起來了 一方面是人性的怯懦的一方面 這些弱點也就是導致了面對這些 很多人都知道這是不對的行為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出來說不 這是一個非常令中國人痛心的事情 暴力在木製紙的環境之下發展下去 很多地方都全面失控 在廣西就出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 因為我和你之間我們這個政治態度不一樣 你是反革命 你是反農派 你是地富反華幼 那麼我把你打倒 我把你打死 我還不能夠解恨 我一定要把你吃掉 這才表示了我的這個 我的這種堅定的革命立場 廣西發生的這種把人打死 或者是還活著的時候 就拋腐 挖腥 挖腥 挖肝 然後把它吃掉等等 這種事情就是超出了我們人類的這種嘗試 超出我們的這種理解能力 做過紅衛兵的鄭儀 文革之後先後做過記者和自由作家 當時有前輩跟她說 廣西在文革期間出現過人食人的慘劇 鄭儀之後拿到官方的批文 打正旗號到廣西調查 在80-90年代前後經過10年 追訪當事人和受害者 鄭儀的結論是 大部分的傳言都是事實 鄭儀而披露真相的 首先是廣西尚臨縣這個黨支部書記 謝錦雲 1968年 他率領一批幹部 將150名被劃為反革命分子的村民 活活打死 部份人還被生湯來吃 我采訪了一個參與吃人的當年的黨支部書記 他說起來吃人沒有什麼 我們當年打游擊的時候 幹革命的時候我們也吃 所以你就覺得這個是不是跟革命有什麼關係 這裡頭 另外一個我最後問他我想起一件事突然問他 因為他們這個有時候是煮著吃有時候是烤著吃 我就跟他問了我隨便問了他一句 我說你覺得這個烤著吃的還是好吃還是煮著吃的好吃 我就隨便問了一句 結果他很認真地想了想回答了我 他說是烤著吃的好吃 煮著吃的比較心 所以在我心裡頭也是有一種很強烈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可怕 另一種震撼的慘劇 發生在當時人食人最嚴重的母孫縣 在這裡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都說 當時來說食階級敵人的內臟不是什麼新聞 我打死人就有啊 這很普遍 很普遍 在改善拉去改善就 就亂攻打死了 亂攻打死了 亂攻打死了 你也看過 看過那時候 還是滿大的死物流費了 還有哪個時候有沒有 聽說打死人也要刺掉他的肝啊 刺掉那個 中邪的 有啊 也有 怎麼做的 那時候 怎麼樣的 網家盆 網家盆啊 吃肝 破肚啊 很普遍 很普遍 普遍在改善的那個 拉去改善打死的 也是 起那個腸啊 肝啊 吃吃啊 其實黨外部的文件 都有具體記載這些慘劇 不過到了80年代中二後 中央才發現事態嚴重 決定不可以再宣揚出去 其中最震撼的 是發生在武宣縣 這間當時最出名的中學裡面 印象就是很深刻的 當然是 學生吃老師 學生吃校長 這個是發生在武宣 一個是武宣縣中學是一個當時很著名的一個學校 就是說這個教育質量很高的一個學校 在文化大革命中 學生就把他們的幾個老師 打死 吃掉了 打死以後 當時是讓 讓那些 有問題的老師 也就是說 也都是 什麼什麼所謂的 什麼地腹反患幼 什麼之類的 讓這些老師 在河邊上 把這些屍體 把這些屍體拋開 取出肝來 然後 拿回學校 就拿來 拿來學生們就把它吃掉 吃的方式 一個是 在他們的學校食堂裡頭集體的煮過 煮過 煮完了以後 大家分著吃 還有一種 最可怕的就是 在校園裡頭 拿兩塊磚 製上一塊瓦 在底下 燒上一點 這個 樹枝和草 一點木頭 把這個 杆切成這個 手枝頭這麼大 一條一條的 然後放上烤 當時根據他們的 這個 限制上的 那個 材料上寫的那個記載 說是 校園裡到處 都是 這個煙火繚繞 有好幾個班的學生們 就是不是少數的 有相當多的學生們 都在那吃 這些老師的肉 最後 這個 替他收屍的是幾個老師 那幾個老師後來寫的 回憶的證詞 也這麼寫的 說是替黃校長 這個人姓黃 替黃校長收屍的時候 他的整個屍體 我們用 用一個 波及 就收起來了 因為 全部肉 全部 全部 革光了 就只剩下骨頭 殺害這個 這個搬運工的時候 是把他 先在這個 街道上先 這個 街道上先是這個 毒打 打完了以後呢 把他拖到這個 江邊上去 因為拖到江邊上去 江邊上 很多都是在江邊上殺的 殺人 拖到江邊上去 然後那個兇手拿一把刀 一刀插進去 把他挖開 這時候這個人還沒死 這個時候 這個人拿手 就出了一口氣 拿手一爆 把那個兇手 嚇壞了 他把這個 心 把他拖到江邊上去 然後把屍體 就扔到江裡的全部 所以這些都是在眾目規矩之下 證人證詞 那是非常多的 據官方的記載 全省有10萬人 被人批透打死 不單在武孫一個縣 就有130多人被生通 內臟和肉都被人拿去做食略 至於全省 鄭兒統計過 也最少有1000人 大部分事件都有詳細記載 在港內內部文件裏面 發生這些慘劇 不是因為當時出現飢荒 而在政治運動裏製造出來的仇恨心態